籌劃經年 萬眾期待的九龍城寨系列 終於落實拍攝 演員陣容由兩位金像影帝 古天樂、紅金堡領軍 率領任延齊 林峰、劉俊軒、胡子彤、王德斌、張文傑 以及五韻龍等等人演出 監製更是香港資深電影人 武艦道系列金牌監製莊程 以及最強動作片監製葉問系列 葉偉信 看著前面切 是啊,很厲害 哈囉,兩位 大家有什麼促使你 這次再出來拍一個動作戲 剛才說過了,付錢 是 最重要是製作單位肯付錢 就出來做 是 老婆,會不會很擔心的 少許吧,人多,我們找了少許吧 不過很難得了,沒得說了 你看香港電影這麼久 哪裏還有一部這麼大的電影 大製作的電影是純粹講香港的 多數都是想去國內合作啊,什麼啊 國內演員 現在這部戲純粹就是講香港的故事 全部很多都是香港的演員 是 還有是這個八毒之日啊 就是每天都有很多毒的之日 還有戲開 這個是很難得的 另外就是導演和監製啊 信仔啊和導演啊 我們也是合作過很多部戲 尤其是他們出了聲的 今天還要付錢的 那不可能不來啦 是嗎 當然要來啦 那這個故事是不是也很期待 和大哥大合作 還有對打呢 是啊,我沒和大哥對打過 打過兩支 夢想之一來的 是,給他打,夢想之一 會不會就著大哥大來打 嘩,不要說這種話 就著給大哥大打 不過拍這部戲很開心的 因為很難得 剛才有大哥說的 就是整個九龍城寨 搭了分別有兩個場地 搭了整個景出來 每天坐在這個景裏都會 他們那些做得很好 很多道具都做得很細緻 比如說雜誌啊 唱片啊,電視啊 電視有廣告播 是以前的廣告 所以每天坐在一個現場 都很享受 會拿這些雜誌來看 很有表 看回了二十八十年代 那時候的娛樂圈是怎樣的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不同 還有自己是不是 都是看港產的漫畫長大 哦,是啊,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次拍這部戲 就是一個我們的港產漫畫 對他的情感是特別不同的 但是那大會不會有很多回憶呢 九龍城寨 有啊 其實我小時候就入九龍城寨了 我六幾年的時候已經入九龍城寨 多次說七歲、六歲、七歲 那時候跟著我阿公 走到九龍城寨 我想現在的人都不知道什麼叫畫花 就好像打麻將那樣 但是那些麻將是天地任和 長衣、板凳那些來的 小小隻 我一邊打一邊唱歌 我小小過就跟著去了 所以九龍城寨那個給個回憶 很多 反而這個時代 現在這個是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反而我少了 大了就我不要去了 小時候反而要多些 大哥現在輕綁了 有沒有打得再爽一點呢 現在 現在 吃得再爽一點 哈哈哈 兩位現在拍戲的時候 飲食又怎麼樣 是不是都是每天一隻餐 我每天一隻餐 我多一餐 每天兩餐 可以是三餐 不過老婆不可以 焗著兩餐 但是你的飯盒是不是都嚴格被監管住 內飯盒吃什麼東西 監管就不是 最重要是沒有什麼糖就行了 沒有糖和沒有飯 沒有麵 現在是全酒飯的 沒有飯 吃那些是 那些什麼 白飯 糙米 糙米 那是不是太太安排 愛心放送給你 蛤 是不是太太安排 愛心放送給你 是啊 剛才阿楓就說 多謝故事 你連結這次的陣容 除了很多電堂級 還有很多年輕的演員 是不是都很想提攜一下 不同的演員 是呀 我覺得香港需要多些 年輕的活力的演員 還有這部戲都幾多打的 所以真的要靠他們 還有導演 鄭柏翠導演的風格 都非常的安全 還有很多時候都不叫CUT 你們會不會 因為這樣大家會想走多一點 做什麼多一點 導演的風格是比較 做他的演員比較辛苦 他說他不叫CUT 明天我們打的時候 他不叫CUT 他不會打下去 不一定啊 他不叫CUT 大家就鬥頂 鬥頂 哈哈 你看他做什麼 你說拍打的 你不是CUT 你不能打了 那就看著 再打多次 那就再打多次 不要打下去 亂打下去 對方會受傷的 大家 好 我們開始 兩位的造型 是不是真的不同 我這個不是造型 你很難過大一個人 是 造型很大驚喜 這次看到林峰都 嘩 變得很Man 哪一位 然後呢 黑黑實實的 然後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看到這個 沒有打明星 那麼厲害 哇 他付出很多 不是 大家都付出很多 兩位是不是要打到飛起 打到趴下去 飛天頓地 你打還是打人 我們全部人都被他打 什麼我被人打 全部人都打他 我是被人打 從頭到尾都是被人打的 所以我們這次很期待 林峰的新手 是 看看我怎麼被人打 你訓練的時候 有沒有很強烈的動作 對你來說是比較一樣的 其實沒有 因為我們 因為這次 我們的武術指導 Kenderson 其實他量了很多很多 而且他事前很多 準備功夫 就是他已經拍下了 然後給我們看 我們就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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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這樣 OK 所以就要多點時間去訓練 我們其實都準備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去做訓練 那就希望到時可以實現到 OK 想法沒問題 鍛鍊出來的 我會預約時間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你看 其實就 勝派啊 慢慢期待 我們就不是 因為其實角色 主要是我們說裡面很多人 就是九龍城寨人之間的情 還有很多動作的東西 就不是真的為了曬 曬什麼朱古力那些 但是也有 有不一定要曬 整個演員陣容 會不會都覺得很興奮呢 其實很開心 因為首先我們都很多謝故仔 是故仔給我們機會 可以挑戰一下自己 因為一套 我想裡面的動作器 跟紋氣應該差不多一半一半 甚至更多 一套真是以武打為主的一套電影 其實對我們來說絕對是一個挑戰 拍完這一套之後 應該我們都可以算半個動作演員 那你現在忙拍攝 阿楓就是在一旦 會不會是否都有少許時間 可以跟老婆 來慶祝集人士沒有時間 我也跟小晴說過 這個真是演員的痛苦 逢出 是 因為分隔兩地 我太太跟小朋友都是兩地 我跟小晴都說 每一天其實最大的動力 就是跟家人和小朋友 去打個電話 試掌 是的 那第二天繼續打 打完電話繼續打 繼續打 沒錯 老婆說 女兒會不會說 小心點 有 我女兒說 有剛剛學會說 爸爸厲害 哦 謝謝